新年区永平里办公处与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共同举办永平活力动一下快乐满点响健康活动 每个星期四的上午都会由专业的讲师 带领民众进行精力训练有氧伸展运动 并且提供体试人血压血糖检测 希望民众都能重视自己的健康 并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一早新店永平里隆林天下社区的中庭就传来轻快的音乐声 一举里民精神抖擞的跟着音乐动动手动动脚充满活力 这是永平里办公处与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共同举办的永平活力动一下 快乐满点响健康活动 每个星期四的上午都会由专业的讲师 带领民众进行激励训练 有氧运动伸展运动等等 希望民众都能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我有在带动 我知道对柔软度对筋对一些活力都很有帮助 就是像我们新北市的动健康一样 大家都有动出来 活动当中特别注重了一个是肌力 肌肉力量 这样可以预防一个少肌症 很多长辈老人很多行动缓慢跌倒 事实上是因为肌少症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增强心肺的功能 就是特别预防这个三高的疾病 那第三个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柔软度 我们柔软度的部分 加强柔软度的部分 因为在参与活动的民众当中 有半数以上都是年纪较大的长辈 因此老师也特别设计了较温和的动作 同时增加趣味性 提高大家参与的兴趣 我们都会参考比如说高龄者的运动处方建议 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需要三十分钟的有氧 还有一定二十分钟的肌力训练 所以都会包含在里面 只是强度上我们也会跟他说 如果你觉得喘到上气不接下气 讲一句话断断续续 告诉他们这样子可以自我检查方式 提醒他们如果需要累就要休息 由于现在大家生活忙碌 缺乏运动 所以有不少里面都趁着难得的机会 前来活动辛苦 而且有民众表示 平常容易全身三痛的毛病 现在改善不少 老人大概就是缺乏运动 我们跟我们里面合作 把老人的体力加强一下 比如说肌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对身体很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是很酸痛 现在很灵活 我在家里平常没有这样子活动 然后参加这个活动 锻炼身体 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除了体能锻炼 另外更新医院也规划了体势能 血压 BMP等检测 帮助民众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及运动的好处 同时也鼓励大家 平常在家也要练习上课所学 维持运动习惯 身体自然就会健康满满 记者陈禀站门期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什么 真正什么 真正什么 真正什么